風災之後 慈異志工在第一時間展開勘災發放 而慈異紐約志工關懷的腳步 也前往曼哈頓下城紐約市警察協會 發放限職卡給73位同樣是受災戶的紐約市警察 在桑迪風災過後 紐約市警察每天執勤超過16小時 回家之後還得清理自己的住家 這一群平日沉著應對緊張情勢的人民保姆 談起風災造成的傷害 也忍不住哽咽 桑迪在紐約市造成百年來 最嚴重的災情 而每個慈畸志工發放的現場 都可以看見紐約市警察 在現場維持秩序 安定群眾的情緒 然而許多紐約市警察 其實也是受災戶 但當災難來臨 他們必須先捨下自己的家 以紐約市民的利益為最優先 十一志工今天來到曼哈頓下城的警察協會 發放六百美元的限職卡給73位紐約市的警察 警察市民的保姆 他們在第一線去執行他們的勤務 那回到家了 他們還要去清理他們受到風災影響的家園 所以他們是應該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能夠保姆的護衛跟愛給他們 我們在工作上 很多人沒有得誇難 但你的社會駕議會會幫忙 如果我工作 我會給我職業 給我職業 工作員工的人 當我一直在挺貴重 時這些事 我ieve僅當少許被聯繫 我失去碰到家 跟著他們 我失去焦點 我沒有覺得他們 他們與否三廢 然後我能夠 k路 同行 It's just what you do is you give to your community you went to work for many days in a row for probably more than twelve hours a day and doing that after you did your shift you still had to go home and face a disaster that was in your own home being a police officer is something that you are so the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you go there you do your job come home and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let me thank you allowing us to give you that 發放現場 不需要穿警察制服 也暫時卸下執勤時的威嚴 我們看見紐約警察 柔軟而人性的一面 而堅強武裝的背後 同樣渴望一份真心關懷 大新聞 范婷 張幻君 李智欣 紐約報導